大家好,我是YAMA,ROMOR PHILIPPE的MANDY 今集想介紹我平時的護膚散布局 就是使用唇露、精華素和修護棉油 怎樣做呢?我現在洗完臉 我只要噴唇露,我會用玫瑰唇露 才噴完臉上,我通常在三個區域 噴完之後,就推上頸子 然後再做多次 要做得多,保濕效果會更好 我通常會做三次 這樣塗完之後,如果有精華素 我今天沒有帶精華素 如果有精華素,我就繼續塗 噴完之後,繼續塗這個透明質酸 記得要趁臉濕 透明質酸的特性是吸收空氣中的濕氣 來保濕的 但因為冬天的乾燥 我們最好噴多些花水給它吸收 塗完精華素之後,再噴多次花水 等它足夠的濕氣來吸收 來保持皮膚的濕氣 然後塗完精華素之後,就塗面油 所以,只要按一下 所以我只要看你的皮膚 我自己的皮膚老 我自己的皮膚老 皮膚會乾燥 我通常的頭會半半 三分之一噴 晚上就會半噴 這樣我們就這樣塗 我把眼睛塗完 再加一些基本按摩 向上拉提,可以防止硬塗紋 旁邊也可以防止皮膚下垂 然後呢? 然後是頸部 那麼簡單,麵油已經吸收了 那麼簡單,已經做完護膚程序 但是有些很乾的朋友 做完這個程序,做乾 我們就會用三文字的方法 就是繼續噴化水 繼續噴化水 繼續乾程序 然後再加麵油 按摩到吸收 直支,重複直支,唇露面油 直支皮膚,告訴你夠了,夠潤了 這樣就可以停止 這些是特別乾燥的皮膚 我今天分享就是這麼多 每日三步曲 唇露,精華素,麵油 很簡單就可以收回到你的皮膚 早晚也可以這樣用 眼睛也可以這樣用 調整頸部 記得調整頸部 還有噴多點花水 噴多點唇露 這樣對皮膚的濕 保濕是特別好的 好了,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